下面来讲解通道的基本操作 要想利用通道完成图像的编辑操作 就需要学习通道的基本操作方法 比如说新建通道 复制通道 删除通道 还有分离通道 合并通道 等等 首先我们来看怎样创建通道 也就是新建通道 新建通道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可以直接在通道面板中单击新建通道 创建新通道按钮 单击它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通道 另外一种方法可以 在面板菜单中选择新建通道 只不过它这样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在这个对话框中选择名称 然后色彩的指示 背蒙版区域 还是所选区域 选择合适以后的单击确定 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通道 这是一个通道创建的基本方法 它的创建非常的容易 第二个呢 就是复制通道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通道了 我想将这个通道进行复制 怎么来复制呢 第一种方法可以使用拖动法来复制 所谓拖动法呢 就是直接选择某一个通道以后 将它拖动到创建新通道按钮上 释放鼠标就可以创建一个通道 通道的名称呢将以原通道的名称加副本来命名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选择通道以后 然后从这个通道面板菜单中选择复制通道 弹出的对话框确定就可以复制一个通道 这是一种菜单法复制通道的一个方法 在复制通道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弹出式的菜单 菜单中选择这个对话框中的一些命令 第一个是复制为 这个是它的名称 对吧 前面的表示是当前复制的通道什么蓝色通道 为什么呢 命名文档是 到这个文档还是到新的文档 如果有其他文档呢 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文档 选择新建文档吧 你还可以对这个新建文档的进行命名 反向如果勾选该复选框 可以将复制的通道选区与非选区进行反向操作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说通道有这样的一个选区 你要是勾选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选区 对吧 就是反向的一个选区 如果通道不需要了 我们刚才也讲解过 删除通道 直接把它偷动到的 删除通道按钮上就可以将它通道删除了 当然删除通道的方法呢 还可以使用另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选择通道以后 从这个菜单中的选择删除通道 也可以呢 将它直接删除 当然 删除通道的方法呢 还有其他的种类 我们只要记忆这样的两种就可以了 如果想分离通道呢 可以选择通道以后 单击分离通道按钮 就可以将它进行分离 我们现在看 分离出来了 RGB 对吧 三个通道就可以分离出来了 分离呢 还有合并通道 合并通道呢 可以选择比如RGB的 LAB的 多通道的 看选择红的绿的蓝的 确定就可以再将它再合并起来 分离通道呢 可以对单独的通道进行操作 合并通道呢 就可以将这个单独操作 改变的这个通道 改变的效果呢 再进行合并 这就是通道的基本操作 预复 2 4 4 2 4